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評判、來賓、同學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保良局主辦第四屆全港小學校制辯論賽 試次活動由保良局主辦並由idebate.hongkong承辦 我是今場的主席彭正絲 今場進行的賽事是第三輪福賽 便提為所有中小學應鋪設無蝕網絡 首先為大家介紹今天的評判 他們分別為前香港中文大學中文辯論隊隊員潘月瑤小姐 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粵語辯論隊隊員張潤德先生 小姐 不好意思 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粵語辯論隊隊員邱建東先生 謝謝大家 謝謝三位評判在白亡之中秋空出席 為今天的比賽評分 接下來我會為大家介紹今天比賽雙方的隊伍 首先是正方奉溪第一小學 他們的主便是廖樂妍同學 一副黃漢城同學 公便廖卓輝同學 以及傑便道家樂同學 接著是反方 協恩中學附屬小學 他們的主便是曾詠琳同學 一副羅津津同學 公便余卓詠同學 以及傑便陳樂妍同學 請大家再一次以掌聲鼓勵一下我們的同學 希望他們稍後的時間會有好的表現 今天的比賽流程如下 比賽首先由正方的主便開始 然後到反方主便如此類推 反方一副發言過後是公便的環節 最後由反方的傑便先行總結 之後由正方作結 每一位便緣的發言時間為三分鐘 發言時間完結之前會有 完結前三十秒會有一下的鐘聲提示 發言時間結束時會有兩下鐘聲提示 每位便緣發言時間完結之後 會有十五秒的緩衝時間 緩衝時間完結後會有三下鐘聲提示 超過十五秒緩衝時間即被扣分 每超五秒每張分子會扣長五分 不足五秒亦當五秒計算 而在公便環節方面 每位公便的發言分為兩部分 第一部分將會有兩分鐘時間 公便向對方的主便以及一副作盤問 反覆問答直至時間結束 第二部分亦都有兩分鐘時間 公便向對方的結辯作盤問 每次盤問和作答的時間為二十秒 不可超時 作答一方亦都不可以反問 只可以回答 盤問一方亦都不可以打斷對方的作答 否則主席會提出警告 比賽進行的時間 只可以使用不大於15.69.5厘米的資料卡 並嚴禁攜帶書籍或者參考資料到台上 台上便員也都嚴禁與台下觀眾 進行任何形式的溝通 為例者將會被取消參賽資格 一切發言均與粵語進行 否則每位評判會著量扣分 為人名及書名可以使用外語 任何發言也都不能作人身攻擊或誹謗 時事比賽將會進行錄影 各便員發言需要使用大會提高的麥克風 最後提提各位便員 發言之前需要先向主席示意 聽到鐘聲一下才可以發言 如果沒有任何疑問 比賽正式開始 首先有請正方主便 廖樂妍同學 你有三分鐘的時間準備好 請向計時緣示意 示麥 示麥 再說各位 電子學習是指透過不同的電子科技會計 達成學習目標 1998年前 教育統籌局推出資訊科技教育策略 16年來貫徹始終地將資訊科技融入學習 提升學習效率 2004年7月 政府提出擴展無視網絡至更多學校 並撥款支助學校安裝無視網絡設施 由下學年起 近分階段向所有公營學校提供無視網絡服務 及其他配套設施 例如購買平板電腦 並預留1.05億的開支 這樣不單止證明以無視網絡支援電子學習 是大勢所趨 更加證明逐步擴大無視網絡的覆蓋 在過往及未來有其可行性 我方認為港府應該信應現時行之有效的政策 繼續邁向電子教育普及化的遠景 除了資助學校購買平板電腦和電子教材 更加為全港中小學逐步安裝無視網絡 原因有2. 第一,全面支援電子學習 提升學習效率 傳統使用教科書的模式已經不合適 書本不單止欠缺互動 而且所包含的資訊相當有限 老師也不能即時評估學生學習進度 安裝無視網絡代表平板電腦、電子書等科技 可以全面在課堂內外使用 學生可以上網下載教學軟件 或者在小式、午飯時使用網上學習平台增加互動性 也可以即時上網尋找資訊、解答新問題、增加效率 對老師而言,網絡系統可以幫助即時紀錄學生做網上課堂練習的表現 並作出持續而準確的紀錄 由校長一個別學生差異,從而因材私教 成語培政中外校長高錦輝表示 電子教學能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和興趣 方便教師即時了解學生的進度 調整教學步伐 第二,培養學生適應新一代社會需要 隨便安裝無視網絡代表 學生可以使用流動式的電子器材隨時上網 無論是課內、課外 甚至假期回來學校準備辯論比賽 討論專題研習都可以方便瀏覽世界局勢 方學生資、哲學政治等資訊 幫助學生建立廣闊的通識基礎 同時讓他們建立自主學習的技巧和習慣 適應新一代社會需要 當然,校方可以安裝過濾系統 防止學生留攬不當資訊 我方明白 有方可能會擔心 各別學生對電子學習反應不一 但是自主學習是不能改變的社會需要 有方希望對各別學生加以輔助 還是斬腳趾、被疏從 完全不訓練他們善用科技自主學習呢 最後想問有方同學 現時很多中小學都已經安裝無視網絡 有方同學是否覺得要拆掉他們呢 多謝各位 正方主辯發言時間為3分02秒 沒有超時無需扣分 現在有請反方主辯 曾穎林同學 有3分鐘的時間 時米時米 主席評判著作各位大家好 非常感謝有方界定編題 對容許我再釐清部分重要概念 我希望有方同學不要混淆 無線網絡是指使用電磁波信息的傳輸系統 也就是WiFi 並不等於電子學習 有方開辯不斷開論證電子學習的好處 但是為何全港中小學都要退行電子教學呢 就算要退行 那為何無線網絡支援不可呢 今日行兩邊題的準則 就是要看下 是否全港中小學都有鋪設無線網絡的需要 而且全面鋪設會不會帶來的問題 我翻範裏面題 基於以下幾點 第一 需要性誠意 鋪設無意思 到底學校為何要非鋪設無線網絡不可呢 由方指出 未來趨勢要推行電子教學 所以必須要有無線網絡支援 但到底當中仍有甚麼直接關係呢 莫說不是所有學校都照著電子教學的方向發展 就算是實施電子教學 亦比方法所想的 部分因行實行電子教學的學校 使用內置式電子教材、電子白板、 投影機顯示屏等等 並不需要依賴網絡的教學工具 而電視的游視網絡、4G技術 以及學校內的多媒體電腦室 已經足以應付網絡使用的需要 第二 莫說學校實況造成資源錯配 其實每一間學校都自己的教學方向 調模式、計劃和預算 其實並非每一間學校都願意調適合鋪設無線網絡 它行所有學校都鋪設無線網絡 照造成資源錯配 讓根本不會使用無線網絡的學校 白白浪費資源 王寶宣道小學校長蔡遠英就指出 香港學校號知六位數字 在校內鋪設無線網絡 現時僅一半課收可以連接 更需要支付管理和維修 網絡的建設開支 加重學校的負擔 以及老師的行政工作 若告一偷切失衡 會不會無法尊重學校資本 以及挑戰學校發展方向的原則呢 第三 增加輻射風險 影響學生健康 英國廣播公司調查發現 無線網絡比油線網絡輻射強三倍 對人在健康會造成潛在風險 有限及此 歐聯會議在2008年開始警告兒童 應遠離Wi-Fi 歐洲理事會在2011年建議收學校應禁用Wi-Fi 瑞士、意大利、法國、奧利等國家 都開始禁止學校使用無線網絡 為什麼油方還要其反道而行呢 未知鋪設需要性誠儀 大閉處重申 請油方一副論證 我們有什麼非泡不可的理由呢 多謝各位 反方主辯所用時間為2分58秒 無超時無需扣分 反方主辯剛才講了Wi-Fi 如果評判覺得使用了英文就請儲量評分 接著是正方一副發言時間 時米時米 剛剛有方同學說 教育局貨本及電子資源發展小組 電子發展小組報告指出 目前未有確定電腦有輻射 並會帶來身體不良影響 世界衛生組織贊助的研究報告指出 沒有證據證明無線網絡對人體有害 香港政府說 香港售賣的產品必須符合國際標準 而且有方同學說 現時已有電子白板投射簡報 不需要無線網絡 但是那是違反了電子學習的學生主導精神 課堂內的學生不可以使用網上自己找答案 不可以按照自己學習的能力去學習 這個學習去獻缺個人化 課堂內有無線網絡 可以鼓勵學生主動閱讀資料使用網上平台 有助學生增廣見聞 自從2004年至2005年起 教育局每年向資助官立學校發放資訊科技綜合津貼 包括安裝無線網絡設施 今天的變題只是進一步拓展現有的政策 繼續邁向電子學習 有何不可行之有 為什麼 此外教育局更 提供無線網絡服務及配套設施 例如購買平板電腦 並預留1.05億非經常開支 所以有方同學擔心學校的開支壓力是多餘的 香港教師中心學部的論文從研究中發現 從研究發現指出 傳統學習模式未能有效讓學生學習會英文辭會 相反讓學生使用有互動性免費網上軟件 做堂課練習可以提供真實經歷 大幅度提高學生的課堂 對課堂有關的練習 提供內部動機和學習興趣 如果學生不可以能夠方便地上網 請問如何讓所有同學一起做這個網上練習 同一篇論文亦指出 就算在課堂外學生進行網上活動討論平台 亦可以提高學生的內部動機 因為討論過程中可以立刻上網搜尋資料 加強橫向聯繫 資訊給收入亦更加豐富 請問有方同學 我們是否讓學生在校園內有這麼多協助討論機會 如果需要沒有方便的網絡 怎麼可以做到 多謝各位 正方一副發言時間為3分07秒 沒有超時沒有扣分 之後有請反方一副羅章章同學 你有3分鐘的時間 請先示麥 示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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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制評判有方同學 大家好 首先今天我方不否認有其他調查顯示 無線網絡有其他的壞處 但我們見到無線網絡的壞處 現在還是一個爭議 正如我方開面所言 既然現在有11個國家都逐漸禁用無線網絡的話 我們見到現在有危機所在的話 為什麼我們不等到有其他報告 一致認為無線網絡有其他不好處 然後才鋪設呢 聽完有方開面和一副發言 我方發現有方對變態有幾個誤解 第一電子學習為現時趨勢 有方指無線網絡推動電子教學 但正如我方開面已經質疑 是不是一切形式的電子教學都需要用到無線網絡呢 有方並沒有正面回應問題 教育局的課本及電子學習資源發展專責小組 調查訪問了670家學校的老師和校長 大部分校長對電子系統開始感到憂慮 因為教學資源不足 更加擔心使用電子教學會影響學生的視力和書寫能力 故此暫時不向這一方面發展 既然是這樣的話 有方還要全面鋪設無線網絡 豈不是浪費資源 二令學習變得更方便 今天有方說 在中小學全面鋪設無線網絡可以方便到學習 到底現時的學習有多不方便呢 為何有線網絡就一定不足夠 現時有多少學校就像有方所說 需要無時無刻在校園的每一處都需要用到無線網絡呢 況且今天有方亦都確保不到 這項方便會不會便利了學生活絡 難道有方又認為問題並不嚴重 其實今天有方贊成變態是基於兩個字 變力 但關輔導教育的議題 我們就不可以這麼短視了 就正如有方開變所言 我們還要看看有沒有需要和會不會帶來問題 2009年7所美國大學做了一項研究 發現電子學習並不可以完全代替傳統書本 因為當我們閱讀的同時 我們會沒有意識地注記了資訊在問題中的實體位置 當溫習和背中的時候 我們的大腦會更加有效地背中到問題的資訊 相反電子書和平板電腦就不能做到傷同的功效 這一項研究證明了電子學習並非有方所講 適用於所有學校和學生 更無必要因此而要求所有學校都鋪設無線網絡 一日這樣造只會令無意推行的學校發上一筆非必要的開支 阻礙學校跟隨校本發展的軌道 除了我科開變所言 無線網絡會分散學童注意力以外 寬頻研究機構更加指出 無線網絡的下載出道因實體阻礙和電波干擾 比顧網更加要萬百分之三十 無線網絡有較高的延誤和較多的資料流失 不利於下載資訊 香港學校普遍並不空曠 樓層高阻隔多 更加會深化教學校裏和輻射問題 如果今日有方能學堅持要所有學校都鋪設無線網絡 請提出非泡不可的理由 否則便是必然不成了 多謝各位 反方一副發言時間為兩分五十九秒 沒有超時無需扣分 接著是公辯環節 首先是正方公辯時間 是反方主辯和一副站立回答 你們每次發言和作答的時間為二十秒 時米時米 時米時米 可以開始 如果課室裏面不可以上網 那你還能不能做到電子學習 有方能學 但我們現在看到有線網絡 現在可以代表無線網絡 和有方能學 未學學人先學走 有方能說電子學習是大勢所趨 但為何有方能學還未學學人先學走 請反方不可以反問 如果經常近距離看書 那會對眼睛有甚麼不良影響 我們看到如果這樣近距離看書 的確是會影響到視力 但我們看到教育局有個調查 發現其實有很多校長 都覺得電子學習會影響到 學生的書寫能和視力 那是否因為讀書習慣不當 所以就不准學校 設立圖書館禁止學生在學校讀書 由方和學 首先現在看到圖書館和無線網絡 完全是兩回事 但我們看到大部份學生 其實他們即使是 平時是用書來學習 不過我們看到他們 也不會說有不良好的讀書習慣 由方我剛剛才知道是作過比喻 那你又學了辯論多久呢? 我們看到今天由方所提出的問題 和比賽有何關係呢? 請由方回答 由方和學 我們學了辯論多久了兩三年 但由方和學 但我們也看到 你剛才剛才想問的問題 與變態是無關的 那你有沒有為今場比賽練習過? 由方和學 由方和學又轉而視線 但我們現在很明顯看到 我和練習和無線網絡是完全無關的 你是不會回答還是迴避問題? 今天由方和學不停追問 一些和變態無歸的問題 其實是有何意義的? 請由方和學 諒靜一下 在現今知識型的社會 老師的角色和工作是甚麼? 我們看到老師是一個 帶領學習的人 各位 正方公辯時間結束 之後是反方公辯時間 請正方主辯及一副站立回答 請先試咪 試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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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開始 有方同學 今天贊成辯題是基於電子學習 請有方同學先論證 電子教育和無線網絡有甚麼必然的關係? 電子學習可以上網運資料 有一個網上學習平台給大家用 有方同學 有方同學只是因為要上網 為何有線網絡做不到? 有線網 有線網絡的地方有限 不可以讓全校那麼多的同學參加 有方同學 其實這種辯理 當實際的模式並不需要這個好處的時候 我們去POSE做甚麼? 有線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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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教學是未來的趨勢,但有分和我們見到,正如我一副所說,大部份的校長對此感到憂慮,擔心應有學生的健康, 即是見到電子教學是備受爭議,為何要先全面鋪斥無線網絡,是否未學走先學走? 電子學習對學和身體沒有影響,無論是人際關係,輻射的問題,眼睛都是沒有影響的 因為世界衛生組織贊助的研究報告沒有證據,證明無線網絡對人體有害 請反方繼續發問 有方同學都說,第一,我們看到是備受爭議,不是只有一個調查報告可以告訴我們是沒有爭議 我們看到根本不是大勢所吹,根本是有備受爭議,假設有些學生有這個需求,我們不反對他們去做 反方公辨時間結束,現在是正方總結盤問的時間,請反方結辨暫立回答 你們每次發言和作答的時間為20秒,請先示米 示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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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開始 有方同學,你如何在課堂上照顧不同程度的學生,令他們更有效地學習 其實有方今天問這個問題,跟今天的辯題完全沒有關係 有方請回到今天的辯題,就是鋪設無線網絡 我們可以有無線網絡,才可以更有效地令中小學生去學習 但我們看到傳統的書本都可以幫助學生,讓他們有利地學習 但用傳統的書本學習,只是… 在哪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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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了,不知道在哪裏? 請反方回答 糟了 有方請你問我們問題,我們不知道要回答些什麼 糟了,不知道 有方你覺得教學生背動知識,還是教學生尋找知識的技巧更加有用呢? 首先,有方今天,都是沒有正面,都是說的話,都是不關今天的辯題 另外,我們覺得老師教導學生,是有利於電子書本教導學生 我們是用無線網絡,才可以令學生尋找課本以外的知識,不是令他們學習的東西更加多嗎? 在哪裏? 你電子學習,不等於課外的知識 另外,就算我們進行電子學習,我們都可以使用有線網絡 甚至有些裝置,我們可以先安裝再進行 我們不一定上學的時候要使用無線網絡 如果我們上課的時候,使用無線網絡 我們可能有些東西解決不了,我們可以用無線網絡 隨時隨地地尋找課本以外的知識,來解決我們的問題 我方不明白是什麼問題 例如一個學生,他在課上不明白老師說什麼 正方總結盤問時間熱速,之後是反方總結盤問時間 請正方見別集立回答 思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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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開始 有方同學認同鋪設無線網絡是有機會鼓吹學生濫用無線網絡? 認同,不過我們學校可以安裝一些過濾系統去防止一些同學去瀏覽一些不關學習的網頁 有方同學是自標不自本的 有方同學是否同意 有線網絡比無線網更容易監察 又做到同樣的效果 不認同 有方同學正如剛才我們所討論 有方同學是答不出電子教學 是大勢所趨 論證不能讓我們看 是大勢所趨和必要 有方同學又跟我們說 是做不到同樣的效果 有方同學我就不明白了 有方同學我問你一句 師生的健康重不重要 有方同學有關 不如你先回答我吧 這題問題跟變後沒有關 不要再爭議 有方同學你回答不了 是否跟我們說是重要還是不重要 是否有方同學漠視師生的重要 而我們看到是 有方同學有否承認無線網絡的輻射 是比有線網絡更大 不承認 有方同學真的不了解無線網絡的輻射 有方同學正如我方的辯源所說 其實它的輻射是較為大 有方同學這個 我就不明白 其實有方同學又是有輻射好 還是沒有輻射好 沒有輻射好 但世界衛生組織贊助的研究報告 指出沒有證據可以證明 無線網絡直接對人體有傷害 有方同學當然是沒有輻射好 但我們看到有11個國家 現在是陸續地發現了有這個報告是會有影響的 有方同學 現在有1分鐘的時間給予雙方的辯作整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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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時間夠 現在有請樊方傑辯陳樂妍同學 你的發現時間為3分鐘 請先試麥克風 準備好再向計時緣示意 試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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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秉承基督精神培養學生得智體群美靈陸肉的發展 推行全人愛心教育 我校的辦學宗旨導出了學校培訓學生全人發展的重要 提供優良學習環境和均衡課程 讓他們愈快地學習和發展潛能 有方學校的辦學宗旨導出了學生應該愈快地學習和接受均衡課程 可見兩間小學的辦學理念都不同 試麥 有方是否能夠保證所有中小學鋪設無線網絡都對學校的發展來多於比 主席 評判 有方同學 各位 大家好 比賽來到這裏 讓我為大家做個總結 有方反對變態其實建基於兩點 電子學習 必要 第一 電子學習 有方說電子學習可以提升學習效率 我方並不是反對電子學習有可取的地方 但正如我方多位變員所言 全香港的所有中小學個學程度都不同 我們應該給學校選擇空間 讓學校自行決定 而且根據香港教育城電子學習指南 電子教學並不一定需要互聯網 特別是無線網絡的支援 所以我希望有方不要再混淆視聽 第二 必要性 有方今天斷定了無線網絡對學校別現有利 但我方見不到所有學校都有使用無線網絡的需要 如果要全香港所有中小學都鋪設無線網絡 會極度浪費政府資源 而且亦沒有必要實行 可見遊方的論點站不住腳 相反 我方見到無線網絡會造成反效果 有方是否能夠保證中小學生不會在校內 擁用無線網絡呢 近日有位立法會議員在財政預算案會議中上網 無專心開會 可見互聯網的吸引力有多大 試問一位思想成熟的成年人亦不能自製 有方又如何確保中小學生上課的時候不會濫用無線網絡呢 正如我方開篇所言 香港每一間中小學都有自己的教學方向和計劃 所以我們不應該要求全部學校的教學模式和選擇到入模一樣 即外學校彈性發展 再作各位 隨著社會的進步 建立無線網絡是21世紀的重要基建 我方明白 有方支持變態是希望提供更先進 優良的學習環境給學生 但當部分中小學鋪設無線網絡的時候 我們亦都應該尊重不同學校的資源分配和行政需要 但中小學自行決定是否在校園內鋪設無線網絡而有助學生的學習 由此可見 我希望學校應該可以隨意選擇是否鋪設無線網絡 多謝各位 反方結辯所用時間為2分53秒 沒有過時無需求分 最後有請正方結辯 道家樂同學 你有3分鐘的時間 請先試麥之後向計時緣示意 試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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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座各位 有方完全不斷 事實上 今天推行的方案並非新鮮事 早於在2004年 政府已經資助了學校 安裝無線網絡 今年亦開始為所有公營學校一步一步安裝無線網絡 我方只是進一步擴展現時的政策 至全港學校 無線網絡覆蓋的一直都在擴展著 到底細節有多不清楚 有多不可行 我方指出電子學習 是容許在課室內外都可以上網 用網上資源做個人化的練習 在網上平台裏面討論 或者瀏覽世界的時事 做到學生的主導 有方現在都沒有跟我們說 到底只是靠老師用電子白板、簡報等 學生坐在那裡聽 沒有網上資源 怎樣為之學生的主導 因此電子學習是絕對需要無線網絡的 不是全部的學生使用電子學習都必然出現 有方的知青的閉處 例如輸寫能力降低 有方講的副作用 例如有輻射 都是沒有科學根據的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贊助的研究報告指出 沒有證據可以去證明 無線網絡是對人體有害的 因此無線網絡是不會對人體產生傷害 二十一世紀 講求新一代能夠打破傳統的知識界限 有能力透過互聯網 協助等找及找尋薪資 方能認知負所需 而今天的方案 正正就是將電子學習普及化 訓練新一代人才的關鍵 希望有方同學 不要再普殘首決 與我方一同支持今天的變態 多謝各位 正方結變發言時間為1分50秒 沒有過時無需扣分 經過一番爭辯 比賽告一段落 現在先請評判整理分子 請評判整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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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今場對賽雙方的表現 作出評語 我們先有請香港中文大學 聯合書院 粵語辯論隊隊長 邱建東先生 再次各位 大家好 今天這場辯論比賽 其實雙方都有些位是做得不錯 也有些地方是做得不太好 每方面都講少少 其實我覺得今天正方 他其實立場去主變一開始是不錯的 因為他是僅構到現在大勢所催 我們去做電子學習 其實這樣聽下去 就覺得這件事 應該是無可厚非一定要做 所以就聽下去是很順意的 但我覺得正方今天 再打下去有什麼做得不太好呢 就是這個理念他沒有再貫徹下去 很多時候他脫了這個理念 就跟我說了很多輻射 又跟我說了有津貼 但是這些問題你全部都沒有提回評判 就是為什麼要做這件事 當去到比賽再推到後面的時候 政方就會問很多細緻上的東西 很多時候我們就被一些細緻上的問題 就拉走了 就覺得我們不應該做這件事 所以我覺得正方同學其實去到結辯 他到最後份稿是講回 究竟電子學習有什麼需要 或者電子學習代表了一種什麼的觀念 其實這件事對於正方要去靜立一件事來說 每一個位置都不可以脫 那如果每一個位置脫了 對著反方攻擊力比較強的同學 很容易中了一些比較小的論點 拉走了 就會盲著回應他 就回不了自己的主線的時候 當你建立一件事的時候 就會好像斷了 好像就是主辯和結辯說過 去到結辯我們很多時候 評判就是在想 欸 原來他有這件事 那為什麼不早點說 或者不連貫點說呢 因為這件事才是正方今日比較強的論點 如果可以連貫點這樣說的話 其實是會對於四個位置來說 都會做得比較好的 那譬如反方方面 那反方今天其實 其實他的主線都很簡單的 都是打所有兩個字 就是我們應不應該全部學校都是這樣做 那我覺得這個主線都出得不錯的 那因為就是每間學校有不同的方針 那你沒理由逼他這樣做 那還有我想說今天反方同學 他的辯論技巧或者經驗上 可能相對會比較好些 所以我就看到就是 尤其是在公辯環節 就是基本上做了反客為主 就是幸好規則就是不給反問 如果不是的話 正方應該都會責任幾重 因為反方同學就是 他會問了 人家問他問題 他很強力地回應 還有有一方面就是 即使他們問人問題 人家說不關事的時候 他都會跟人說 這條問題怎麼會不關事 就逼人回答 就搞到對面好像 我問這麼有用的問題 你都不理我 那就會給一個評判的感覺 就是正方同學 是否不明白 反方問些甚麼呢 所以我覺得正方同學 一些經驗上 或者技巧上 是令到 反方同學的經驗上 是令到正方同學 有些無所釋從的 即是很多時候 很多孔孔 喇喇位置走 正方同學就跟不到 即使他跟到 就忘記了自己的主線 所以就推演下去的時候 就會好像 整個推演的過程 會有一些不夠完整 所以下一次如果正方同學 再打的時候 就要注意一下 自己會有些東西準備了 那準備了的東西 就一定要有信心感 跟大家說 那人們問你問題 那就不用那麼害怕 因為他們只是想問一下問題 我們懂得回答 就回答得好些 不懂得回答的話 就找個方法 看看怎樣可以 原本給他一些答案 就好過站著不說話 那我們就不知 怎麼給你分離 知道嗎 下一次就不用怕 聽人家問你問題 那人家問你問題 想知道一些東西 你就回答一些東西給他聽 那就看看他會怎樣回答 因為可能有時候 你回答一些他意想不到的答案 的時候 可能會有一些 意想不到的效果 所以就 可以留意一下 總括來說 今天場面論比賽 是 雙方都有些問題要注意的 尤其是反方講了 就是反方公辯環節 看起來是很強勢 但是我覺得 可能風度上要注意一點點 因為其實我覺得 即是今場分子 就沒有風度分 但是譬如你再打上去 中學 大學都有風度分 我覺得今天的態度 有少少過於進取 即是我覺得 辯論比賽應該要進取的 但是我覺得 就那個火位 如果再不說一說 我怕下一場比賽 再厲害一點的話 就真的會影響到評分 那就是我們 禮貌一點 他不懂就說 有一位學校你答不到 就不用嚇他 我們就說他答不到 然後再說自己就可以了 那就沒有 對 我們和平一點討論 就沒有問題 不過我覺得 整個節奏是掌握得好的 不過語氣上 注意一點的話 就會更加之好 那這個小小意見 多謝各位 多謝優先生 現在有請前香港中文大學 中文辯論隊隊員 潘月瑤小姐 大家好 剛才承接評判剛剛說 很多人覺得 參加辯論 就是學吵架 那麼 辯論和吵架 最大的分別 我自己覺得 是 有沒有理據 吵架呢 很多時候 不理的 我覺得我自己 不斷罵 這些要吵架 那麼辯論是 有理據的 我們一方面 去說服人 另一方面 都反駁人 那麼剛才 就是處於一個 我也認同的 少少危險位 到底 是不是在吵架呢 你如果想有慈封 其實我覺得 不單止公便 幾位同學 都可以留意一下 我們可以 告訴別人 你問這個問題 其實你想做些什麼呢 可能你這樣 說完給別人聽之後 大家會比較 容易明白 原來 你不是想單單吵架的 而是有理據 原來這條問題 有意思的 不好意思 但是我覺得 是很厲害的 怎麼這麼快 這麼年輕 就有那個反應 只不過我們有時候 的火可以相對 收一收 不等於收了 就沒有自信 可以留意一下 看看這邊的同學 經驗比較少 其實都很體諒 我覺得每一場比賽 都是一個進步 就是你這次試過 原來站好 三分鐘這麼困難 你下次就想想 自己怎麼再進步 一個挺好的起似點 看看 原來別人的同學 可以這樣的 這麼流暢 我下一場都要有進步 給自己一個目標 慢慢學 不用擔心 說回那個辯題 正方 我有少少問題 就是 我有些奇怪 是不是真的沒有了無線網絡 就等於是沒有了自主精神 他有一些的論點 那個推論上面 我覺得可以花多一點時間 說一下 我明白的 你的意思其實就是 你給他一個WiFi 他自己上網 就自主學習得好 我明白的 但是台上的同學 那個推論 差了一點 可以多講一兩步的話 大家會明白得多些 就沒有那麼直線 覺得 我這樣是不是就一定這樣 那麼 那麼 反方呢 提出了幾個 論點 就是說是個閉嘶 其實我也想問一下 因為呢 對我本身接觸這條辯題的時候 我純粹是想到底 全港中小學鋪設 無線網絡呢 其實是不是只是 每一層 可能多個router 這樣 是不是叫router 就是多個那個東西 有線網絡呢 有線網絡呢 就現在學校都有的了 是的 那我就在想呢 其實 因為我不是很清楚 到底如果我只是 學校裡面加多幾部 那些 叫做 轉駁器呢 其實是否真的會 這麼花資源呢 就是因為我好像 買一塊那些 都是幾百塊的 那是不是真的會 用完那一億多 我有一點疑問的 所以我想雙方 可能說清楚 到底什麼叫鋪設無線網絡呢 那我就會有些困擾 就是在這個問題上面 這個第一件事 就是到底用的資源 是不是真的這麼多呢 另外你說 輻射那裡 我自己覺得就是一個 雙方都沒有說 誰特別對 誰特別錯的 因為對面說 世衛 是不是 你們說 那個組織說過沒有 那你就十一個 那天停用 這樣 那我自己又覺得 沒有說特別 誰對誰錯的 但要留意一點 就是 各個國家不用 其實有時候 未必代表什麼 他不用 可能有很多原因 可能有很多原因 是因為不健康 就是因為不用 是因為不健 會影響健康 所以才不用 可能我們沒有說 那麼清楚 就是可能 可以說一下 就是 到底 我就會想 其實那時候一個國家 停了 是不是他思想 比較 落後 或者其實那個科技已經改進了 因為呢 我是想 其實我們用 手提電話 那些人都會說 不如我打電話 不如我打電話 我怕很吵 不要緊 就是我們用手提電話 我們經常都會聽到 說 手提電話 也有輻射的 然後我就會想 就是 到底是不是呢 我又是否不用 過手提電話 就是這個位置 有一些 真的雙方會爭議的空間 是 是的 於是呢 我就自己在想 如果其實 不是真的說 好用資源的前提之下 我在全港 鋪設了一個 無線網絡 其實是否只是 給 家長 老師 和學生 多一個上網的選擇 呢 到最後 我就想 正方其實 是不是可以這樣說 如果只是多一個選擇 會不會其實沒有什麼害處 又方便了 那多好呢 我不肯定這個 就是我沒有做資料搜集 不肯定是否真的可以做的 進路 但是 一點點的意見 反方可以想想 如果對面 論證詐沒那麼重 縮小了的時候 你們會怎樣處理呢 那 多謝大家 多謝潘小姐 現在有請 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 粵語辯論隊隊員 張潤德小姐 大家好 其實我覺得這場比賽都很精彩 其實雙方主編我覺得都做得很好 因為其實正方主編一開始 其實我覺得這份稿寫得很好 其實他一開始已經說 其實是買向電子教育普及化 就是說其實這個是未來發展的大趨勢 他也有說安裝過濾系統 其實是想著被反方 應該是說一些學生亂上網 上一些與學習無關的網 其實反方都很聰明 其實他沒有說到這件事 在主編的時候 他主編的時候 包就是說需要性 資源錯配 和說輻射 但是其實見到 正方其實主編做得很好 但後來 第二個點是說 適應新一代社會需要 其實後場好像沒有什麼提及過 被反方拉著輻射來打 所以就好像 我不知道是不是戰略部署來的 反方 因為其實 輻射的位置 反方這個項目應該都很 minor 不是很重要 但其實正方一直被反方拉著來打的時候 反而下了很多時間去說反方的事情 就好像沒有怎樣再論證自己的立場 就有些 就有些 是 就有些 沒有那麼好處 那你見 反方反而其實很扣緊他自己的主線 一直 就拉了正方去說他輻射 之後再說不同的學校有不同的需要 一直很扣緊的時候 就看到其實很完整地告訴評判 其實他們的立場是什麼 其實去到公辯環節 看到有些混亂 因為看到其實 其實可能反方同學比較有經驗 很多時候正方問的問題 反方同學就說 其實跟辯題無關 但到了反方問問題 正方這樣回答的時候 反方就說 有關係的 其實很多時候 我覺得正方同學 其實 你就這樣問這條問題 可能未必能告訴評判 你問這條問題的意義是什麼 或者未必能告訴正方同學 其實你可以說 我問這條問題 譬如 你們是否有一題問對方 打了多少年辯論 或者是否準備 其實你問這條辯題 你本身 想著是有什麼意義的? 我問這條辯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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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學生要熟能生效,學習後要重複練習 所以學生要用資訊科技學習的一部份 難道要多興建一些電腦室 或者用無線網絡的話,隨時都可以學習資訊科技 因為你們在學校準備辯論時,要找資料 用無線網絡都很重要,或者可以自主學習 很多時候,就這樣問一條問題 未必能告訴對面或評判的意義 你說得清楚的時候,不會讓反方的同學說 跟辯題沒有關係 其實你不用怕 你說清楚的時候,不會浪費了辯題 或者浪費了一些時間 反方同學都一樣 我覺得有幾條問題 我覺得正方同學問的時候 我覺得是跟辯題有關係 但是呢,我不知道是否突然間聽到很多次 跟今天辯題無關 這樣就不回答問題 但其實,應該回答都不會對你的立場有什麼影響 或者失分的時候 未必需要用這個方法去回答對面的問題 是的 還有,其實你看到呢 我去到正方結辯才聽到 可能電子白板和無線網絡之間 兩樣東西有什麼分別 或者無線網絡的意義是什麼 因為其實我自己都不是很清楚 其實去鋪無線網絡 是否只是課電子教學 還是還有什麼其他用途呢 因為如果是有,還有其他作用的時候 我就在想,會不會正方把利處或者收得太窄 所以就會令到,可能打的時候就很辛苦 好像我鋪無線網絡 就只是為了電子教學這樣 是,就是這樣,多謝各位 多謝張小姐 多謝各位評判的評語 希望大家都可以繼續努力不斷進步 接著是宣佈賽果 今場最行的賽事是第三輪福賽 編題為所有中小學應鋪切無線網絡 由正方鳳溪第一小學 對反方協恩中學附屬小學 首先公布比賽的最佳辯論員 今場的最佳辯論員為反方一副羅津津同學 所有最佳辯論員的獎項 將於賽事的總決賽頒發 現在公布比賽結果 賽果為0比3 由反方協恩中學附屬小學勝出 這場比賽的評分子 將會放在主席桌上 對賽雙方請派出代表去越南分子 比賽過後 參賽隊伍不能夠再查越分子 保良局主辦第四屆 全港小學校製辯論賽 第三輪福賽已經結束 多謝大家來臨觀賽 另外,有請各位評判 和對賽雙方現在派一張大合照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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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